大家好我是咖蛋 今天要來玩1.18版本的Minecraft生存 我在這次的生存安裝了Change模組 跟獸人外觀的材質包 讓Minecraft成為美好的福瑞世界 那我們趕快開始遊戲吧 喔!那邊有一隻雞耶 一開始就不用擔心食物的問題了是吧 我們待會再來打雞 生存還是要先從收集木頭開始 我覺得雞是Minecraft裡面最好養的動物 只要隨意的打個雜草 就能收集到種子 當他們的飼料了 快點!殺雞! 這是我的晚餐耶 各位!我剛才發現了一個奇怪的地方 沒想到重生點的附近就有這樣子的洞窟了 我記得沒錯的話1.18版本的Minecraft 在高度15的位置 鐵礦數量最多 喔!這山洞耶 好高 我們疊下去 有鐵耶 因為旁邊有很多怪物 我要把這邊擋住 快點快點我聽到殭屍的聲音了 全部都是鐵 大豐收 我要上去燒鐵了 接著我要用水桶來撈一點水 我想要在室內弄個簡單的小麥廠 銅圓礦 這是可以拿來做壁雷針的礦物對吧 可不可以修整一下 我可不想要哪一天突然摔下去 給各位看一下 開蛋摔把這邊做了整理 打一下草 收集小麥種子 先把小麥種下去吧 汗滴殼下土 我想要先趁早上的時候盡量收集多一點的種子 還有雞 我想要順便找幾隻羊來做床 種子 種子 我需要床 只好讓你犧牲了羊羊 這樣就可以了 接下來我們就把雞帶回家吧 我在這 快點進來 好可愛的小雞 不要乖乖的在家喔 這樣就有一張床可以睡覺了 有點小欸 把這邊挖大一點 啊!!! 雞跑進來了啦 挖賽 怎麼到這邊是外面 進來 不要亂跑 很好 乖乖的不可以出來喔 嚇死我 OMG 我的小麥田已經弄好了 接下來我們來去做其他的事情 剛才我們在挖礦的時候不是有看到山洞嗎 那因為那時候我們還沒有盾牌嘛 還不敢下去 但是現在已經有鐵 我們有盾牌 那就看有沒有交售好了 這裡會出交售嗎 是蠻多發光魷魚的啦 啊 有殭屍 走開 喔 完成了魔物獵人 我想這邊水那麼多會不會能夠遇到龍園 欸 那邊那個是水晶洞嗎 好美喔 這發光魷魚我要抓一隻 喔 拿到墨囊了 記得這個墨囊可以拿來做成展示框 或是發光的墨碎 好奇怪喔 我們完全沒有遇到任何的交售 交售那麼難遇到嗎 那我們就到外面稍微探索一下吧 我想要順便看看有沒有機會找到橘子 我有安裝 連鎖挖礦 只要按住波浪型的按鈕 那再用那個工具來挖樹或是地板 他就會連鎖挖 很省時間耶 爽 喔 他這裡堵住 誰想要突然摔下去 有夠危險 連手挖礦就是舒服 你們有看到嗎 那邊那個是甘蔗嗎 對耶 是甘蔗 那個是什麼 橘子 哇 好多 原來橡樹上面都會生橘子喔 喔 馬上就拿到橘子樹苗了 我才砍三棵樹 那是什麼 第一次看到這個東西耶 不知道是哪個模組的 哇哥 蜂巢 看起來好像沒什麼特別 就是一個巨型蜂巢 OMG晚上了 我想說我看看可不可以在晚上的時候 出去外面找到交售 畢竟我們玩了這麼久 都還沒有遇到交售 真神奇 我想要到外面挖一點沙子 拿來做瘦化真劑 雖然說現在還沒有遇到交售 不過之後如果遇到交售的話 我會希望能夠把每一種交售的基因都留下來 記得瘦化真劑好像需要用到玻璃瓶跟碎鐵粒的 走吧 挖點沙子 苦力怕 啊 不要 MG好刺激哦 啊 哦好痛 好多殭屍 大殭屍我都好對付 只要不要出現小殭屍就好 我很怕 小殭屍 小殭屍 你們在哪裡 喵蝦連貓蝦都沒有 小殭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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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這樣走 啊 哈哈哈 啊 啊 差點死耶 哇 你看我的血子甚至這樣子 9個煤炭可以組成1個煤炭磚 煤炭磚可以燒的東西會更多 3個玻璃就可以做一個玻璃瓶 接著我們再做一個鐵粒 瘦化針劑 只要把針劑插到教授的身體上 就可以吸取到它的DNA 就先做三管吧 我的目標是收齊所有教授的DNA 教授只會在晚上的時候出現 早上應該是不會出現的 喔 有牛欸 看來順便弄個養牛腸嗎 不錯 耶~~ 享受一口 這邊插到 啊!我聽到怪聲 安德的聲音真的嚇死我 嚇到我差點刷散 阿呦 大哥不要這樣 告訴我教授在哪裡 有沒有一個羅盤叫做 教授尋找羅盤 讓我可以找到教授 我需要他 哇喔 這麼多蜘蛛 那什麼 啊!教授! 啊! 啊! 教授幫我售貨 求求你 可是這裡好多蜘蛛喔天哪 這蜘蛛是搞什麼啊 沒看到我要跟教授相撿歡嗎 敢惹我 臭蜘蛛 我看到教授了 保守華求年 我很心...啊! 啊! 啊!好舒服喔 啊!啊! OMG這隻好醜喔 不要 我剛剛以為是狗狗教授 這是蜘蛛嗎 OMG 可是我要收集所有教授的基因欸 所以這隻還是必要的對吧 先殺掉一隻再說 這個殺掉會掉什麼東西 喔! 包子花 好啦!讓你變我 啊!我變教授 還掉了一個蜂巢 昆蟲神教授 血量也比我原來的樣子還要多 哇喔!好黃喔 蜂蜜 唉唷!我好像跳躍躍增加了 給大家看一下我的樣子 上面還有觸角喔 蜜蜂教授 拿一個獸化真劑 把這個DNA吸起來吧 啊! 這個就是我的基因 怎麼看起來有點像珍珠奶茶 呵呵呵 我們剛剛打蜘蛛 可以用蜘蛛的線來製作釣竿 噔噔噔噔! 其實好像也是可以制作一個室內釣魚場 對吧 那還要再往裡面挖耶 這邊鋪泥土 到時候可以種海草 我們去找水草 這打掉是不是沒有海草 的確沒有 是不是海邊才有那種 對我們可能要到海邊一趟 看有沒有機會找到水草 那是甚麼啊 海豚喔 啊!! 餃獸 你們有看到嗎? 我看到了!海裡的嬌獸 嬌獸 被吃掉了 好可愛喔 不要打我 是苦力怕 爆炸了 又是另外一隻嬌獸 我現場看到童話畫面 這邊是海邊是不是 這是海帶吧 好多喔 下去囉 這樣就可以了吧 走我們回家吧 變成無限水源了 來釣釣看可不可以釣到魚 上鉤了 生鮫魚 釣了什麼東西起來 水瓶 人造湖裡面有水瓶 從哪來的 我要來吃剛才釣到的魚 第一集就做了好多事情 今天就先玩到這邊吧 感謝大家的收看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 可以點個喜歡給我的力量喔 我是卡達 大家下次再見了 掰掰 馬丹捏 我看到教授了 把我受垮球捏 我很舒服 好舒服喔 我剛剛以為是狗狗 我剛剛以為是狗狗